Sony新出的这三颗APS-C的镜头 在Vlogger上 可以好好的跟利比E10搭配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? 我有一些看法 想跟大家分享 谁才是真正的Vlogger生计 Hello大家好 我是无影像的West 昨天啊 Sony一口气发布了三颗APS-C的镜头 其实很久没有看到APS-C镜头的发表了 也感谢Sony还没有赞助我们 所以我们手上没有拿到镜头啦 其实网路上对这三颗镜头的评测还蛮多的 不过身为Sony重度使用者的我 有些事情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这三颗镜头 它具有优秀的对焦性能 最小的呼吸效应 防尘防低 甚至在15.1.4这颗这么小的镜头 还塞了方便录影使用的光圈环 虽然我没有再用 但很明显可以看到 Sony对这三颗新的APS-C镜头 还是希望在录影上有所表现 但是重点来了 我们要用哪一台机身来拍 上一支Sony APS-C镜头 是在2019年的8月 所出的1655这个镜头 其他镜头厂商像腾龙 Sigma 其实他们还是有出一些APS-C镜头 不过我以为Sony要准备放弃 APS-C这个区块了 想不到一次出了三颗镜头 那目前Sony APS-C的机皇 是A6600 我曾经买过 一台要价4万的APS-C 我也是买了没多久 就赶快卖掉了 因为用同样的价格 我再补个几千块 我就可以换到一台 很棒的二手的A713 那就影像而言 光圈跟篇幅能多大就多大 但你用过全幅机 原则上你会不缺APS-C相机 我指的是录影方面 不论是在画质 氛围 跟影像的纯净度 真的差很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婚礼录影的固定机位 我过去几乎都是用APS-C相机担任 像6600、6400 或者是Libby E10 为什么呢? 主要是因为比较便宜 我们通常固定机位 都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架起三角架 拿自己拍摄 当然很怕被撞到 所以一定会选择 比较便宜的APS-C相机来担任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画质 与全篇幅的A713 用同一颗镜头拍出来的画面 真的差蛮多的 哦 好像立体了 绕回来 2021年的7月 Sony发表了这台 ZB-E10 号称Brog神机 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购录了 那它的特色我就不多说了 可以看一下我这支影片 首先关于这台ZB-E10 它本身是没有防手震的 不论对于拍照或者是露营 其实都是硬伤 尤其是露营 以生活拍摄的露营来说 没有防手震根本不能用 很懂 所以我都必须搭配 1018 或者是1650 这一类有防手震的镜头 所以如果真的要效果好 我们就得开启 ZB-E10的机器防手震的功能 那它的画面会直接裁成1.44倍 这样就算了 画质还降得非常的夸张 不过在A7S3或A7S4的机器防手震 当你使用1220bit这种高规格的拍摄下 加上全篇幅的加持 画质我就觉得差不多 但是ZB-E10的机器防手震 它的画质真的很差 这也是我无法接受的地方 然后它的4K只有30个 在拍摄Blog 真的不建议用30个 因为没有回放的空间 蛮痛苦的 所以我卖掉了 那我也顺势入手了Sony的A7S4 然后在一次的御山登顶中 我因为体力不好 镜头当然是找最小颗的APS-C镜头上山 也才让我发现 在Sony A7S4 4K 422 10bit 的拍摄环境下 才能真正解放APS-C的焦段跟画质 成为真正的Blog的升级 A7S4的拍摄 当你选择4K 60格 它会裁切1.5倍 嗯? 这就刚刚好能使用APS-C的镜头 不过这边要注意一下 像是A7S3 F-S3 它的4K是没有办法做裁切的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使用APS-C的镜头 1080p下是可以 A7S4 4K 60格的裁切 我原本觉得是个遗憾 但我觉得Sony真的很聪明 一点都不浪费这个缺点 虽然A7S4 4K 60格 它只有4.6K的超彩样 不过搭配了4220bit 那个画质真的非常的优秀 其实真的看不出是APS-C镜头拍摄哦 所以 这三个新的APS-C镜头啊 1015等效全幅的15-30 11 1.8这个镜头等效是16.5 15 1.4等效是22.5 其实都属于偏广角的镜头 所以非常的适合Vlog专用 但是机身就真的要慎重的选择哦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 因为我很喜欢买 所以不论是APS-C或是全篇幅 老实说我都买过一轮了 我用我自己的经验 分享大家 关于这三个镜头我一点点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我是无影响的West 我们就下次见哦 拜拜